大家好,我是沐山 我现在任职于阿里巴巴集团 天猫和淘宝的市场部 是市场的负责人 我在阿里巴巴12年 就是我感觉每一年 或者是我做每一个工作经历的时候 在哪个部门的时候 感觉都是在创业 就是公司给到我非常大的一个土地和空间 让我去干自己非常想干的事情 造物节其实就像一个窗口 它可以观察到中国创新创业的最新动态 和闪闪发光的一些创业家的一些精神 造物节是在2016年淘宝推出的 曾经在杭州和上海都举办过 然后在疫情的时候 其实也曾开着大棚车巡游各地 今年造物节首次登陆广州 我们非常期待与创业者 碰撞出一个新的灵感 今年造物节会以明日之境为主题 打造全景式的未来营地 并再度联手长安十二时辰美术概念团队 北斗北工作室 耗时九个月打造出充满蔚蓝感的主题会场 非常值得期待 今年造物节整体占地面积 其实超过两万平米 分为八个主题场景 带来沉浸式的一个体验 今年造物节最大的变化 是从创业成果的一个展览 甚至为创业交流的一个行业大会 我们也希望通过这个场合 引入更多的资源 让造物节新增创业创新交流的一个元素 这次造物节我们邀请了行业的领军者 新锐品牌创始人 创业新秀 组织了不同的主题的行业论坛 让创业的灵感和创业的精神 进行交流和碰撞 今年的疫情其实改变了人们的非常多的生活习惯 催生了新的休闲运动 我们看到几个重要的创新趋势 也跟大家分享一下 首先是高科技在生活场景中的高度渗透 其次年轻人对于传统文化的扩炫表达 然后有内而外的健康和运动潮流 年轻人对于健康生活的热爱 也给不同的行业和商家带来了非常多的机遇 新兴的运动户外 比如说像飞盘 奖板 还有超级食物做成的健康零食 零酒精的啤酒等等 今年在物节上 我们也看到了很多商家在产品设计和品牌经营中 融入了可持续发展的理念 环保材质做成的露营灯远逐装备 体现了中国消费者日益强烈的可持续消费理念 我们从历年的造物节的商家来看 不少商家都是从淘宝开店 开启第一单生意 积累用户和口碑 稳健成长 今年造物节有一款极简审美的露营装备 创始人是一名宝妈 她辞去工作后 创业梦依然滚烫 她对露营情有独钟 从设计 生产 品牌 宣传都一手包办 她从小小的爱好里找到了创业的曙光 成为了行业翘楚 在创业者和创新商品不断涌现的淘宝和天猫 这与我们的平台价值主张是密不可分的 同时淘宝天猫拥有健全的电商平台环境 为创业者提供了全生命周期的数字化成长路径 是中小企业和创业者最佳的伙伴 当然我们也感恩中小商家和创业者 选择淘宝 天猫作为创业伙伴一路同行 我们将继续推出一系列的举措扶持商家 然后借造物节的平台也再次传递给创业者们 淘宝一直是年轻人创业的热土 他们带着兴起的创意和创业的热情来到淘宝 我们已经从八月开始陆续推动 针对大学生的专项创业支持 成为年轻的创业者的好伙伴 好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